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军的轻型护卫舰吉尔丹号进行海上的补给训练 而日本的共同社报导指出 日印两国在东海进行联合的训练 实属海界是要彰显两国的合作关系 监制在印太地区加强活动的中国大陆 而报导当中也指出 日本政府在外交的战略上 重视与印度 美国 澳洲合作的四方安全对话 日方有意吸收美澳加速和印度的防务交流 同一时间点 日本驻马尼拉的大使馆也宣布 日本航空作卫队和菲律宾的空军 下周开始会首度举行联合演习 显示日非两国的国防关系正在加深当中 而昨天7月1号是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百年党庆 他们在北京天安门举行了庆祝的典礼 而这场活动有7万人出席 而且通通都没有戴口罩显示大陆已经复苏的景象 而要带你来观察的是大陆国家主席 同时是他们的习近平要来看到的是 在这一场盛典当中在天安门发表的谈话 第一个他谈到台湾 他重申一中原则 并且说实现完全统一 要来粉碎台独 另外一方面也谈到港澳方面的问题 他说必须要贯彻特区的一国两制 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谈到外国 他说不容许外来势力欺压 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中国的话 必将会头破血流 而这场演说 其实全场是鼓掌不停 长达23秒 而同样是近年 大家在观察的是 究竟还有谁出行呢 其实大部分的历任领导人 通通都在习近平的后方 作者听他演说 来看到出席的有胡锦涛 温家宝现身 但是江泽民并没有出席大典当中 而外媒也分析了 这场大典虽然没有进行军援的行动 但是歼20先进的隐形战斗机 从天安门上空给经过 然后另外他们也有礼炮等仪式 其实也足以显见 他们的军事武力肌肉 先就分析了 中共党庆的规格升级 似乎想要给人民看到 谁给了他们这一切 而日本东亚专家门间李良也说 其实习近平借由这次的演说 他分析认为 他希望自己可以跟毛泽东 并驾齐驱 而且担忧未来习近平 恐怕会为了自己 在历史上的定位 而进攻台湾 北京天安门顺大举行 中共百年党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早不到八点就率领 现任政治局常委现身 包含前总书记胡锦涛 前总理温家宝都有出席 却不见江泽民和朱镕基 穿着毛装的习近平 之后在城楼观赏党庆的表演 由解放军踢正步入场 并释放一百响礼炮 而空中部分则有直升机 和歼20战机 组成一百汗七十一的字样 还有教练机拉出十道采烟 不过重头性 还是习近平的七一演说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一个多小时的演说 习近平共提了20多次的父亲 并撂狠话表示 绝不容许外来势力欺负中国人 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 任何外来势力欺负 压迫奴役我们 谁妄想这样干 必将在14多亿中国人民 用蟹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 碰得偷破血流 至于敏感的港澳台议题 习近平到演说的后段才提起 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 所有中华儿女 要核中共济 团结向前 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 和实现祖国统一式 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并警告外界别低估这份决心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而就是这段话信 全场7万人欢呼鼓掌23秒 事实上为了参加1号上午的庆典 中外记者得从凌晨2点就要集合准备 经过一连三关的安检才能入场 不过整场庆祝看在外媒眼里 还是脱离不了大内宣 不光踩着事包含对香港言论自由的打压 香港机场在七一前夕更讽刺的出现逃难潮 许多民众大包小包急着移民英国 就算英国不是一个会变成一个好美好的地方 但是起码我们对他现在这一刻有信心 可能他十年二十年都维持着这个水平 我们都觉得是可以接受 但是香港我只会看到是每方月下 因为担心现在不走以后就来不及 与此同时外界开始关注台海议题 前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考思干 接受CNBC专访直言台湾是美中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而日本学者则分析 中国大陆未来恐怕剑指东沙岛 不过中共加码内宣同时对外形象越变越差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上月三十号公布最新民调 显示十七个先进国家中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高达百分之六十九 还有百分之八十八认为中国不尊重人民 对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心也跌至历史低点 TVN新闻宋口报道 而中共刚刚庆祝了建党一百年之际 美国的国会以及行政部门中中国问题委员会 却发表了公开信 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应该立即采取措施 密切的监督评估中国大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 公开信当中也表示去年六月五十名的人权倡议专家 联合呼吁联合国采取果决的措施 处理恶化的大陆人权问题 委员会请古特雷斯报告 这一年来到底有没有落实行动来回应这项请求 同一时间法国的反恐检查部门接获投诉 调查了四间服饰零售商 是否涉及隐瞒中国大陆在新疆违反人权的罪行 像是UNIQLO的法国分公司ZARA母公司 以及鞋类大厂Sketcher都被点名了 那么目前ZARA的母公司发表声明否认指控的内容 他们说会确保供应链不会有人权问题 全面的配合法国的调查 而其实西方和中国大陆的角力 也可以在据换题的外长会议上可见一斑 6月29号他们的外长会议在意大利登场 也在当天落幕了 大家讨论的焦点就是疫苗的分配 我们先来看到美国国卿布林肯 他重申的就是多边主义要击溃新冠肺炎 解决全球不平等的情况 他们希望可以推动COVAX捐出20亿美金 或者是再捐8000万剂的库存疫苗 还有生产五一剂的辉瑞BNT疫苗捐赠给全世界 而同时中国大陆方面也有进一步的回应 他说这个多边主义不是冠冕堂皇的口号 更不能成为推行单边主义的包装 并且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也说 他们已经出口了4.5亿剂的大陆国产疫苗 给全球大陆对全球抗疫来说也是有贡献的 而欧洲方面的反应看到的是外交部长马斯 他说对抗新冠肺炎不应该成为实现短期的地缘战略的优势 也就是说他在抨击中俄先前的疫苗外交的行为 甚至想要以疫苗威胁其他国家 跟他比较靠近或者是断开其他国家的邦交 那么再来看到的是总理德拉吉也说了 科兴疫苗的效力已经被证明是不够的 因为在部分的地区又出现医护打了科兴疫苗 却还是确诊的情况 对此外交部的发言人王文斌也强力回忆 他说批评科兴无效都是歪曲炒作的行为 在G20上依旧可以见到东西方角力 抵达意大利南部的马太拉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G20外长会议 这次行前他还特别先去德法 掌甘金 布林肯的祖父是逃过二战屠杀的犹太人 而他同年又在法国长大 这一次不断强调以多边主义实践自由民主 G20外长会也紧扣多边主义这个关键字 马太拉宣言主要聚焦粮食安全 更不能成为推行单边行径的包装 先批美国是甲多边真扩权 中美各自行疫苗外交进攻中东非洲南美 这次也在暗中交锋 拜登喊出疫苗军火库 但是王毅暗负美国进度太慢了 根据跨国资讯公司GHS统计 截至六月下旬 大陆在全球捐赠了将近2200万剂的疫苗 有近1400万剂捐往亚太地区 600万剂捐往非洲 新巴威总统和世卫非洲办事处都大赞 谢谢中国 而美国是直到六月中才确定要捐五亿剂的疫苗 透过COVAX分给92个中低收入国家和非洲联盟 目前是分批到货 秘鲁阿富汗都陆续收到美国捐的疫苗 但是大陆质疑 美国大型疫苗民族主义还算捐的不够多 美国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提供了一些疫苗 但它是在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发出请求的情况下 才这样做的 部分安排附带特定条件 大陆批评美国是以疫苗换例 更算他们是等自己人都打得差不多 才要给别人太自私 大陆对美国捐疫苗炮火猛烈 而中国的疫苗外交还有个胜利军 俄罗斯研发出的卫星V疫苗 普清证实了他自己确实也是打这一款 此外俄罗斯还承诺提供黎巴嫩巴拉圭等国疫苗 中俄合力输出PK美国都靠疫苗拉容人心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 代给你全球疫苗的接种数据 目前全球接种了超过了30亿剂 那么BBC统计的数据也显示 八成国家都是打AZ 第二多的就是BNT辉瑞疫苗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打完两剂 也是自家的国产疫苗 他也公布答案了 就像刚刚的新闻当中看到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的是卫星V疫苗 药厂还宣称 普京接种的这剂疫苗 对Delta变种病毒的保护力 可以高达90% 总是神神秘秘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一年一度的call in节目上 总算揭晓自己打的是哪支国产疫苗 普京自爆接种第二剂疫苗后 曾短暂发烧 但他仍在电视上喊话 大家快去打疫苗 不过这段话也让外界震惊 如果不接种就失去生计 怎么普京说的跟做的不一样 普京接种了这支国产疫苗 宣称对抗Delta变种的保护力 达90% 但全球仅45个国家使用 目前全球疫苗施打数量 已超过30亿剂 最普遍的还是AZ疫苗 多达173国使用 但同样是AZ疫苗 印度产的却不被欧盟认证 理由是代工厂跟原厂有差异 Moderna shares touched an all new high 莫德纳疫苗对抗Delta变种 也有保护力 消息一出股价涨超过5% 而在菲律宾则爆发疫苗 假注射风波 仔细看护理师完全没有推针筒 注射针剂 接着就拔掉针筒 把标签贴在女子手臂上 难道护理师累了吗 相关单位要调查疏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因为Delta病毒的威胁 各国都希望可以大规模接种疫苗 甚至有些也开始解封 抢救被耽误的经济 要来看到的是泰国普吉岛 推出了打过疫苗 入境就免隔离 而且他们已经解封 迎来第一批游客了 但是普吉岛的居民 目前疫苗的施打率 是只有83% 打完第一剂 还没有第二剂 法国方面也开始解除 餐厅信任等室内人数的限制 不过法国跟美国解封之后 Delta变种的确诊数都上升了 防疫专家佛奇就警告 打了疫苗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从而不打比起飞的 首架解封后航班 已降落泰国普吉国际机场 立刻受到水拱门热烈欢迎 海上度假天堂普吉岛 周四正式解封 首日原本预估迎来 1500名游客 不过后来只有4架班机 共249名旅客入境 不管你打哪来 只要打完两剂疫苗 入境免隔离 14天后证明未然疫 就能在泰国各地展开旅程 Delta变种病毒还在发威 但全球各国开始出现 封城抗疫疲劳 想要拼经济 泰国是其一 而美国也是 洛杉矶机机场大厅涌现游客潮 奥勒纲州也解除大部分防疫限制 不过州长说抗疫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只是太早解封的代价出现在伊利诺州 6月底一个夏令营 伊利诺州卫生部门公布报告显示 夏令营没对来参加的 8到17岁青少年检测 营地也没规定要戴口罩 结果疫情大爆发 至少85人染疫 美国将迎来疫情解封后的第一个国庆日 美国防疫权威专家佛奇警告 如果现在防疫松懈恐怕会乐极胸悲 现在法国也松绑防疫规定 从周三起截出餐厅戏院等室内人数限制 因为跟庆典也开绿灯 只有人数破千以上才要筛减 到了7月初夜店也能重开 法国像是进入暴风雨前的宁静 而Delta病疫病毒的到来 为解封之路蒙上阴影 西班牙也放宽防疫限制 马略卡岛开始出现独家人潮 还有返乡游客开心跟家人拥抱 西班牙首相桑倩斯出席开幕晚宴 宾客们开心闲聊 后疫情时代各国开心拼解封 专家也忍不住再三提醒 而日本现在已经解除全境的紧急状态鼓舞消费信心 日营短期出现乐观的预测 但是各地人潮涌现风险正在升高当中 东京的夜间人潮增加了两成 多个学术单位已经试算 如果人潮再不降 最快两个星期之后 东京会爆发第五波的流行高峰期 长达两个月的紧急状态 日本人终于熬过来 解禁后餐饮娱乐业重燃希望 整体经济也受到鼓舞 日本内阁府统计六月的消费者信心为37.4 比前月增3.3个百分点 是三个月来首次上升 短关报告也有好消息 日本央行公布最新日营短关 大型制造业信心从三月的正五 一举要上正四 打增9个百分点连续四级改善 是2018年12月以来最高点 服务业信心也由前次的负一 转为正一 混乱幅度不如制造业 日本近期复原两极化 失业率如同服务业难以摆脱疫情影响 总务省公布失业率速报值 五月为3.0% 较四月恶化0.2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月衰退 完全失业者连续16个月增加 上升至210亿万人 民间劳工组合会的夏季分红也减少 较去年平均下滑2.7万日元 百姓们都在等待疫情能快快过去 但偏偏只有坏消息 这会儿由首相亲自开口 大型接种会占不再受理新申请 日本防疫网等于蒙上一层灰 同时东京疫情正急速加温 30号东京确证714例 比前一天增加超过200例 连续第11天 单日确诊大于上周通天 入业后的东京闹区 依旧人声鼎沸灯火通明 周间对比的感染数高达1.22倍 比全国比例还要高 Delta病毒染疫数也迅速累积 入与Alpha病毒比较 以累计300例为基准 Delta株只需要72天 比Alpha病毒快了8天 为了掌握Delta疫情 后劳省分别请京都大学 东北大学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试算 以人潮不见控制 且Delta病毒出现中度恶化为假设 三个单位均得出相同结果 7月下旬到8月中旬 将是东京爆发第五波之时 届时医疗体制随之宣告崩溃 既然阻止不了人们外出 那就干脆在路上拦检 东京医师会主动出击 在高危区的歌舞机艇 设置抗原筛检站 劝导前往该区用餐者先做检查 经济载身大臣 亲自视察采样不成 肯定医疗团体的防疫对策 只需15分钟就能得到答案 透过民众试前的各自登陆 分析结果会立即传到手机 民众可以拿着音信证明 安心吃饭 店家也不必提心吊胆 共同守护餐饮业 降低外食引发的染疫扩散风险 而日本专家更担心的是 到7月23号冬奥开幕是那一天 东京的每日新增病例数 可能要破千人了 这让日本首相建议为首度松口 不排除所有的赛事 开幕式都要改为闭门举办 不开放观众进场 德国代表队抵达东京 还俏皮的比pose 他们提前抵达调整状态 不过在东京奥运开幕前 都还有变数 因为东京疫情随着解封逐渐失控 有专家警告 随着解除紧急状态后 人流量的显著增长 传染性很强的变异病毒 也必将快速传播 东京在6月20号解封当天新增376例 隔天确诊数稍微下降 6月22号就飙上超过400例 而在解封10天后 6月30号新增超过714例 7月1号也有673例 专家担心若到7月23号冬奥开幕式当天 新增病例数可能破千例 这也让东京不得不调整相关措施 从7月9号火炬进入东京后 一直到18号 传递活动将避开公共道路 改在封闭的场所内举行 除了圣火传递得避开大众外 日本首相菅义威也首度松口 包括开幕式在内的所有赛事 不排除再次改为闭门进行 不开放观众 同时因为过劳病倒的东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重回工作岗位 小池目前仍在家办公 但声音听起来非常虚弱 一回归后持续推动东奥准备工作 像是要负责接驳选手的交通设施 今年会推出APP 能让选手直接叫车 语言不通也没关系 直接插卡就能辨识目的地 在疫情威胁下 仍全力筹办东奥赛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拜登今天带着夫人吉尔 一起到佛州迈阿密 视察大楼坍塌的现场 夫妇俩拿着花束 到迈阿密大楼倒塌的临时经验墙 两个人仔细看了墙上的照片布告 并且献上了手中的鲜花之哀 除了罹难者的家属 拜登也建了第一线的搜救人员 给予打气 而现场的搜救工作 在拜登抵达之前 因为建筑物稳定有疑虑 而暂时停止 拜登也听当地的官员简报 承诺联邦政府会全力协助 目前在当地 确认18人罹难 还有145人失踪 美国前国防部长 伦斯菲病逝 享受88岁 先后担任过两次的国防部长 911事件当中 他在五角大厦坚持留下旧伤患 被称为是英雄部长 不过他发动了伊拉克 还有阿富汗的战争 让他的政治生涯毁欲半餐 美军将在几天后 全数撤出阿富汗 为911攻击所发动的战争 划下据点 而这场战争幕后的推手 美国前国防部长 唐纳伦斯菲 在30号逝世 享受88岁 伦斯菲担任过两次国防部长 分别在1970年代 福特总统任内 和2000年小布希总统执政时期 2001年 伦斯菲上任国防部长后不久 就发生了911攻击事件 恐怖分子截击冲撞五角大厦 共造成184人死亡 伦斯菲当时就在大楼内 他拒绝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坚持留下来救出受伤的人 直到安全人员 拜托他进入大楼才停止 当时他被美国媒体 誉为是英雄部长 在接下来的两年 美国为了报复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攻击 先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战争 一向以鹰派著称的伦斯菲是主要推手 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拥有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由 和多国部队出兵伊拉克 但最后却没有找到 所谓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一场失出无名的战争 让伦斯菲在面对外界质疑时 显得左之右处 美国推翻了当时的伊拉克海山政权 宣称要解放伊拉克民众 但整个国家却陷入了混乱 暴力和劫掠事件频传 伦斯菲也再度遭到批评 伦斯菲的发言尖锐强硬 因此失言风波不断 某次有位士兵向他陈情 表示他们在伊拉克战场上 没有能用的战车配备 伦斯菲的回应又遭舆论炮轰 伊拉克的战争已经是小布希政府 挥之不去的阴霾 没想到2004年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又爆出美军在巴格达中央监狱 虐求的照片 美军的行径极尽残忍和不堪 丑闻也引发国际的同声踏伐 人权观察组织 要求对伦斯菲进行调查 针对他策动发起伊拉克战争 以及在小布希政府任内 支持加强审讯技巧的政策 还有不少学者认为 伦斯菲应该被送上国际刑事法庭 接受审判 后来连美国军方和北约组织的 前军事将领们都要求伦斯菲下台 他也两次向小布希总统请辞 但都未获准 直到2006年11月 美国其中选举 共和党输掉了参众两院的多数 小布希才终于宣布伦斯菲去职 1932年出生于芝加哥的伦斯菲 就读普林斯顿大学期间 是名摔角选手 后来进入军中服役 担任海军飞行员 他日后能纵横政坛 也是靠这两项早年的特长 那就是搏斗和在复杂的政治场域中 导引出方向 伦斯菲或许是一名 备受争议的国防部长 但美国民众也没有忘记 在911事件的国难时刻 伦斯菲留守五角大厦的身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老牌喜剧男星 天才老爹比尔·扣斯比 2018年因为涉及下药民街 60多名女性被裁定入狱 但是因为当时的检察官 取用证词不当 明明已经坦承了犯刑 现在依旧可以被释放 白色轿车迅速驶离现场 抗议者不断在后方追逐叫嚣 因为车上载了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 轿车在窄底前停下 坐在副驾的人是美国老牌喜剧明星 天才老爹比尔·扣斯比 被亲友搀扶下车走进家门前 比出一个胜利手势 83岁的比尔·扣斯比 获得宾州最高法院推翻性侵定罪 在美国时间30号下午获释出狱 听见支持者呐喊 立刻高举右手回应 扣斯比返家稍坐休息后 医生全白衣库 在律师团陪同下接受媒体拍摄 服刑两年多的他 身形明显销售许多 但他只面露微笑 全程不发抑郁 比尔·扣斯比以1984年 情境喜剧天才老爹 饰演一名幽默又机智的非裔父亲 影集长达八季 让他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 没想到他却利用名气和演艺圈地位 常年对女性伸出狼爪 最早的犯刑可推估到1960年代 2005年出现第一起 对他的性侵指控 成因证据不足 民事和解 直到2014 2015年 MeToo运动兴起 至少60名受害女性 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其中有5人公开出庭作证 2018年他被宾州法院 以三项加重性侵罪 判处有罪 须服三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不断上诉的扣斯比律师团 让案件在6月30号出现重大转折 一份文件显示 2005年时任蒙哥玛丽郡地方检察官卡斯特 与扣斯比达成不起诉的书面协议 保证他不会在康斯坦的指控案件中被起诉 让扣斯比在陈述中 承认自己对女性下药后的性行为 而这段民事证言 在十几年后被另一名检察官 拿来当成犯刑证据 被宾州最高法院认为 当时写下不起诉协议的检察官卡斯特 就是多年后帮前美国总统川普打第二起弹劾案诉讼的律师团成员 被害者之一康斯坦透过律师发出声明 除了对司法感到失望之外 也担心这将让日后性侵案的受害女性更不敢站出来为自己争取权益 扣斯比案在审判中原本就因为超过法律追溯期 占据不足等问题受到各种阻挠 如今又因为诉讼程序瑕疵 让一名下药民间的性侵犯可以出去 美国民众判法不一 在天才老店剧中与扣斯比饰演夫妻的美国飞翼女星菲利西亚 拉莎德始终力挺扣斯比 他在翻案后推文大战司法终于拨乱反正 扣斯比有罪却不用服刑 恐怕将成为美国司法史上的污点之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乐高每年会使用10万吨的塑胶来生产积木 现在也要跟进减速 生高未来的乐高积木会利用回收宝特瓶来制作 一个一公升的宝特瓶 可以生产约10块标准尺寸的乐高积木 欧洲国家杯足球赛热烈开梯 围在丹麦比龙的乐高之家 也应景制作一颗巨型积木足球 在这间体验中心 无论是恐龙 海盗船还是摇滚乐团 都是由乐高的成人粉丝制作 在全球玩具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乐高 现在更要负起企业使命 跟进减速蜂巢 这张宣传照宣告了乐高的新计划 未来乐高积木将会有回收宝特瓶制作 这些是乐高用回收宝特瓶做成的积木原型 他们订出时间表 希望在18到24个月内开始销售 乐高内部的科学家不断测试 用塑胶颗粒制成的环保积木 够不够坚固安全 还要比对市面上现有的传统乐高积木 能否新旧搭配使用 乐高每年约使用10万吨塑料来生产积木 如果改用回收材料将大大友善环境 一个一公式宝特瓶 可以生产约10块标准尺寸乐高积木 他们也承诺使用的回收宝特瓶 都是经过欧美认证 绝对安全无虞 如果你要喝一杯酒或一瓶水 它会说到安全性和质量的质量 用于孩子们和他们的手 我们想要确定质量的质量 乐高从2018年开始逐步实现减速 运用甘蔗提炼的生殖材料 制造乐高玩具中比较柔软的配件 像是植物和树木等等 利用回收宝特瓶制作积木 要维持足够硬度 手感和安全性 挑战更大 乐高计划 未来三年将投资4亿美元 加强再生材料研发 大人小孩都爱玩乐高打发时间 但组装过程万一掉了几片积木 该有多扫兴 德国这位女士 开了一间网路商店 拯救乐高玩家 我基本上有同一样的色彩 碧恩本身也是乐高迷 他在四年前开店 專賣坊間稀少的特殊單塊積木 也從樂高收藏家購買二手貨 最大宗貨源 來自樂高的積木套組 買進後分門別類散裝出手 很多積木只有些微差異 得用放大鏡才看得出來 和收藏的積木數量多得嚇人 地下室放滿360萬塊積木 除了基本款 還有動物 食物等小配件 單價從10塊到3千塊台幣不等 特殊款像是這個金色人偶 一個要價3萬3千台幣 我們要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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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恩開設網路商店服務全球玩家 自己兒子也受惠 現在每個月訂單 平均有60到80件 他親自回覆郵件 撿貨包裝布角他人之手 將對樂高積木的熱愛 傳送全世界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世界上無奇不有 美國明尼蘇打 周慶明少年 嘴巴大的嚇人 一張口就有10公分以上 不斷把棒球可樂罐塞進嘴裡 還能一口氣放進4個Cheeseburger 創下了金氏世界紀錄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居然有人一張嘴 可以塞下4個Cheeseburger I have the biggest mouth in the world 美國明尼蘇打州 這名千少年 嘴巴大得嚇死人 他打破了金氏世界紀錄 I'm very proud to reclaim the title for Guinness World Records the largest gate 來來來 連醫生都拿尺來量一量 結果他的嘴有10.175公分 這麼長 但早在2019年 強生14歲的時候 就曾經是紀錄保持人 I feel pretty dazzled to be A Guinness World Records title holder 沒想到一年多的時間 強生的嘴巴竟然還跟著長大 從餅乾 冠狀可樂 品客 大容量的寶特瓶 全都能放進嘴裡面 不過網路上因為大嘴 人氣超旺的還有這位 Can I do this large frying one bite We're about to find out 康乃迪克州網紅Semenza 在TikTok上傳 一次放進整包薯條的影片 瞬間爆紅 她擁有近4500人次追蹤 粉絲宣稱她的嘴巴世界最大 不過依照去年的數據 和強生小弟相比 還是差了一截 TikTok上報報導 COR國家美術館的B卡索 畫作女人頭像 9年前被偷 希臘警方最近說破案了 竊賊是一名裝潢工人 她說太喜歡這幅畫 才把她偷走 但是記者會上這幅畫 居然當眾滑落掉到地板上 在場的官員跟媒體 嚇出一身冷函 西藍文化部長超開心 因為失去9年的B卡索畫作 終於找到了 不過 才剛要慶功 珍貴名畫這一滑墜落幾十公分 當眾摔在地上 工作人員竟然不戴手套 去撿起來 記者會繼續當作美食發聲 原來這起2012年的今天竊案 當時希臘國家美術館裡 B卡索作品女人頭像 以及荷蘭畫家蒙德里安的風車畫 被偷走了 相隔將近十年總算破案 切賊是一名49歲裝潢工人 他先把畫放家中地下室 再拿到雅典郊區樹林中藏栗 解犯落往後說自己太藝術 才會動手形切聚為己有 官員會這樣說 因為畫面中這幅 正是B卡索二戰後 送給希臘的禮物 也算希臘人相當熟悉的國寶 國寶回家了 但記者會上這個小插曲 還是讓大家捏了把冷飯 BBS新聞綜合報導 解決美國的貧富差距 由議員提出了嬰兒債券法案 希望可以每一個新生兒 每年最多2000美金的儲蓄 一直到他們18歲承認為止 如果出生在第一收入戶的家庭 孩子最多可以取得5萬美金 未來長大後用於創業或者是買房 一場疫情拉大了種族和貧富差距 凸顯出美國正面臨最大的危機 美國聯準會的數字顯示 2020年白人家庭所擁有的平均財富 跟非裔或是蜥蜴家庭相比 相差4到5倍 雙方差距還在不斷擴大當中 民主黨議員不客 為了縮減龐大的差距 提出了嬰兒債券的作法 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每年最多2000美元入賬 再加上3%的利滾利 富裕家庭的孩子因為沒有每年存入的資金 到了18歲大約只能拿到1600多美元 這筆錢可不是讓這些剛成年的孩子 任意揮霍 規定只能用來創造未來的財富 還有很多細節又帶上去 家庭收入的差距造成下一代缺乏教育 還有社會資源 被青年人的淨收入中位數跟白人相差高達16倍 也因此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 專家分析 如果實行這種嬰兒債券制度 將有望把差距縮小大約40% 提案的參議員不可強調 這並不是一筆有去無回的預算 估計這份嬰兒債券的法案大約需要600到800億美元的資金 大約跟食物券的計劃預算差不多 但創造的效益遠比食物券要高出許多 目前紐澤西州打算從今年開始展開這項事業 專家強調縮小財富差距只是第一步 還需要在文化教育等社會基礎上做出更多的改變 才有機會真正扭轉美國數百年累積出來的種族頻步危機